第1个争选港股是中信证券6030 中信证券业绩略有惊喜 中长线受为国家发展 加上估值处于吸引水平 中长线收集值博率高 随着中信证券业绩增长动力 加上国策机遇 现在2022年预测市涨率 即PB只有大约0.91倍 估值仍然接近低谷 预测股息率有望攀升到大约4.6厘 未来有机会出现估值收服的情况 综合券商预测 中信证券2022年预测每股仗免值 将会按年增长大约6.5% 至大约16.35元人民币 显示在政策扶持业务增长等利好因素推动下 中信证券每股仗免资产仍然有升值能力 如果不考虑人民币汇价回升机会 并且保守地以人民币对港元一算推算 即是中信证券2022年预测每股仗免值 都有16.35港元 如果以中信证券历史平均水平大约1.3倍预测PB来推算 得出中信证券纯粹在上文提及的利好因素下 纵使人民币汇价不升值 公司极倒手的合理价值 仍然可以达到21.26元 投资者不妨以今天开市价 吸纳第一注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至17元以下 占有可以加多两倍的注码 去买入第二注 初步目标是21.26元 领展是房地产信托投资公司REITS 主要收入来自香港零售物业 停车场和办公室 近年借收购涉足内地零售物业和办公室等 香港政府计划4月起分三个阶段 去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并且发用电子消费券 推出赌就业计划 取消禁非令等等 为本港经济提供支撑 释放职压已久的消费力 领展将会是受惠者 另外领展的股值虽然高于同业 但其下商场主力是大众物生用品 物业组合具有防守性 近年积极收购内地和海外业务 有助分散风险 提升整体租金和出租率 领展未来三个年度 盈利年均增长大约5.5% 连同接近5%的股息率回报 年均回报大约有10% 换商预期领展截至3月底为止 2022年每股盈利 按年增长6.9% 去到3.1% 2023年按年增长6.5% 去到3.3% 策略上 建议买入价是67.65 目标价是$72 只涉价是$63 美股方面建议大家可以留意苹果公司的编号是AAPL 2022年第一季完结了 美股的波动性可以说是极高的 而且三大指数都是要向下 但是并非所有股份表现都很差的 仍然有刚刚创新高 或者是准备创新高的股票 如果想找表现强勁的股份 追入的话 苹果公司就是较值得放入watch list 公司股价在3月14日 见近月低位150.1美元后 年升多日去到180美元水平 反弹的幅度达到两成 而且距离历史高位182.7美元 只是相差很少 假如美股短期再跌只是整固 而不是重拾跌势的话 再升的时候 苹果创新高的可能性不低 苹果公司的PE是29倍 去年大约32倍 5年平均大约23倍左右 估值不算便宜 但由1月底的业绩来看 继续隐步增长 供应链问题 管理层预计可以缓解 有助提高生产和促进销售 策略上可以考虑等 整固回稳再升的时候买 或者是向上过顶才追